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上刚刚好 启动这一下 爽开一个空间之后 他就把这球传过去 不断地从边路去做出攻 又来了 试试地转移到右路 非常好的一点 这一下顶门的距离是很远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 郭田宇没有介绍力那一下 这个脚射出的力量差不多了 速度也很快 角度也非常好 他们说在这铺就 轻输远壁 一直横扑把这球脱了出去 再来看边路 好球 好球 今天刘欢这边顶 刘冰冰有点顶不住 顶不住 有钱的机会 应该是一个好球 看上去最后 格德斯补的这脚 位置是挺敏感的 但是郭田宇转身扫的这一下非常好 对 这项在禁区内做了一次二传 是吧 接力把这个球传到了后点无人兵房 边路这球想直接打到身后有点难 抢下来了 再给抬脚就射 我球给的是大一点呢 还是说这个正好到位 好球 转身直接的射门 没有打上力量 看这个机会打到球 即使换人 也没有改变我们所说的上半场 重庆当代这边后防线比较松散的情况 这个开场下半场比赛 开场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边同样也是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比赛 这个比较意外 这是开场下半场 45人到现在将将两分钟 再来看 边路看上一次没有太大威胁的传球 可是莫名其妙的 这个球是丢了 但是因为卡尔德克下场了 所以边路呢没有传中 我又好球 这球打的绝对是漂亮 可能这一下没吹以后才怕要回去 这个回的还挺多的 这个动作看上去是有犯规的 踢到后脚跟了 不算 远点投球有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进球之后 张亚龙教练在场边也是显得激情四射啊 这个球呃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这个球的这发生的过程 心都在原点这球稳稳的顶了进去 呃之前呢感觉好像崇敬当代在右路一直在寻找一些机会 这些选择的突破 团起来中路这一点投球 哎呦再来球进了 三比三 太精彩了 这个迅速返回比分 我三比三 嗯 没想到啊 今天这个两队的球迷 其实大家都都都知道这个名词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大家看到了想要的东西 对 侯伟在场边也是 我不理解 呃 张美龙教练对这个比分和这个结果想要的结果打出来了 比较满意 看看 边路突破这一下 张池这边好球 直接选择射门 很像 很像这球啊 岗飞又没有碰到啊这球 再来做 轻巧的遗漏 外围几乎是瞄着在打 哇 这个球啊 一会儿再看一下慢放啊 就发到后点向中路座门前 强点抢到了 但是这球打偏了 外围确实也打开了 能力确实是强啊 嗯 算是有一次配合了 看看 再来 中路切进去 太快了 等到球 进了 对了 啊 就是我们说你配合出来了以后 要有传递 啊 这个 既要体现个人的这个能力 又要通过团队之间的配合去创造机会 我这个能力太强了 哇塞 太不可思议了 就从西里诺拿球 这个 反向一扣摆脱 传给马尔 马尔新耀 这两个绝对都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我澄清当代 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战术的改变 把外园的能力真是发挥到了极致 我澄清了